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聖堂快乐! Joyeux Noël! 聖堂节,是很多美好的会议 因为现在年纪比较大 我在小时候在我的故乡在法国 聖堂节是小朋友都很兴奋、都很快乐的日子 因为在聖堂节,我们都会收到礼物 我们认为,这夜彌撒之后 我们乖乖地睡觉的时候 聖堂老人会来我们家送礼物 所以隔天早上起来 我们赶快去看一看他有没有想到我们 有,我们很快乐 也不但如此 因为聖堂节也是家家户户聚集在一起 为了分享一个庄园饭 所以每一个家庭 那个时候也可以和好 可以可能再一次邀请所有的人 我们就是比较接近啊 比较远的 可能发生一些小小的落差 就是没有关系 就是耶稣诞生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中心开始 而且灾国不久 一个礼拜我们要过年 所以这段时间就是我们都会 必须挑换礼物 比方说老板会送给员工一些礼物啊 一些巧克力啊等等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在法国 我们叫他那个做密件的礼拜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 我们这些年轻人 我们都会找一个地方 24号晚上 往那个这个弥撒之后呢 去那边调舞 摄一些东西 妈妈准备的蛋糕等等 这到很晚啊 可能就是两三年 然后就回家 所以我有很多好的会议 摄复之后呢 我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教堂 跟不同的人 就是庆祝圣诞庭 最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就是我在原住民地区啊 在丹亚族 建筑生当天 我们去报家营 在一个比较便秘的一个部落 那个部落里面就是 没有一家是完全用水泥跟砖斗盖的 可能就是下面是水泥跟砖斗 其他的都是铁屁 铁屁 所以是非常简单的 诶 奇怪 我发现家家屋 那个麻草 做得非常好 甚至这个麻草 耶稣的家 就比他们的家很漂亮 所以让我很感动 让大家很感动 耶稣来我们中间 为了所有的人 就是带给我们 带给我们 所需要的希望 所期待 也需要的爱 圣诞快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